再看其他消息 劳委会今天公布100亿元劳工纾困贷款 从后天开始在全台的土地银行受理申请 而且符合两项紧急纾困条件的劳工 在一个星期之内 也就是过年之前就可以领到纾困贷款 为了让生活困苦的劳工过个好年 劳委会今天公布100亿元纾困贷款的申请办法 只要是劳保年资15年以上 目前人家保中的被保险人 同时没有寄欠保费的劳工 后天起都可以到全省的土地银行申请 每年的贷款额度一年资来合并 最高是20万元 贷款年息3.7% 而且如果符合紧急纾困条件的劳工 一个礼拜之内就可以领到贷款 因为保险人或者他的配偶 或者直系亲属 他们伤病 就是他们的病 有病重住院 那另外就是遭遇火灾 水灾公安事故或者交通事故 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伤亡 除了对恨苦劳工 争出援手之外 第一批66位失业劳工 今天也进行面试 而考试题目是打 不满意不满意 怕工作不能升任 虽然有人似乎不怎么搞得定电脑科技 但66人中录取56人 只要有心想工作 要考得上其实不怎么难 台阶新闻综合报道